你可以先倒杯茶,或者是什麼,先給我 湯 不要倒湯了 哈囉,大家晚安,我是旅行老師 大家晚安,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呢 今天直播的主題是奶油酥餅跟可麗露的疑問雜症解說 那因為我比較晚才吃晚餐,所以我現在還沒吃 所以等一下我當然不會邊直播邊吃 不會邊直播邊吃 那老師就是會先講解那個奶油酥餅跟可麗露的一些問題 首先一定先從奶油酥餅開始講 然後先喝個水 你等一下就發出那個 大家晚安,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非常輕鬆 對,今天非常輕鬆 好,我們先開始來講解那個奶油酥餅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 就是 我先從可麗露開始講好,因為可麗露的問題比較少 因為可麗露之前我們在社團裡面 也有一篇PO文是專門解釋可麗露的相關問題 所以這次問題裡面可麗露就稍微少了一點點 好,首先呢 第一點是可麗露的沾黏問題 為什麼我們可麗露做完之後呢 就是它會黏在那個模型上面 脫不太下來啊 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 奶油抹太薄 或者是抹不均勻 或者是風、辣、散不均勻的關係 造成它整體烤出來呢 最後的時候會有黏膜的現象 原來會黏在那個 模型上面的現象 哈囉,晚安,晚安 然後第二個很多人問的問題 因為老師把這些問題是把它聚集起來 就是白桃的問題 為什麼那個可麗露啊 烤完之後有一個白桃 就上面會有一個白白好像沒辦法上色的狀況啊 這個會有兩個原因啊 一個就是你在烘烤的時候啊 下火溫度太高了 造成它整個膨脹起來 然後它整個就飛起來的狀況 但是因為你的油太多嘛 變成說油漬在下面 油漬在下面一直在沸 沸騰的情況之下 造成底部啊 沒辦法受惡的那麼好 所以要烤焙出來就會有白桃的現象 那這要怎麼克服呢 呃,你們可以在烤到一半的時候 看那些漲起來特別高的可麗露啊 取出來 然後拱 敲一下 讓它可以陷下去之後呢 再回去烤 不過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我們在烤之前先看一下 我們可麗露的那個油啊 或是風辣是不是上太厚了 所以它會有白頭的現象 因為很多人會遇到問題 呃,上不夠 又怕黏 啊,上太多 又白頭 所以一般遇到這種狀況 你如果看到它漲太高 一般都是底部油太多 或是溫度太高啦 所以記得取出來敲一敲 然後 再來就是 有些人買了那個風蠟 在問說風蠟怎麼保存啊 風蠟如果沒有使用過啊 你可以放長溫 它基本上不太會壞 但如果你有使用過的話呢 我會建議啊 呃,你把它 倒在一個平盤裡面 不是它裡面 我們那個 一個平盤先鋪保鮮膜 先鋪保鮮膜 風蠟倒進去之後呢 它冷了就凝固了嘛 然後把它包好 包好之後呢 放在冰箱保存就可以了 哈囉,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然後 可麗路為什麼會歪一邊啊 可麗路歪一邊 一般就是你的油 抹得不太均勻啊 油抹得比較多的那一面啊 跟抹得比較少的那一面 就會產生傾斜 對,因為油比較多那一面 就會滑啦滑啦 就會滑出去 所以這樣的高度就會比較不一樣 欸,不錯呢 你這樣吃麵都沒有發出聲音了 厚厲害 小寶小聲一點 然後 飛太高的問題 你看我真的是飛太高 就是那可麗路脹太高的問題 其實剛剛就跟白頭的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抹完的那個奶油太厚 然後有人問說啊 退冰啊 可麗路如果前一天晚上熟成啊 退冰應該退到什麼時候啊 其實你一般退常溫啊 大概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如果退不夠會怎麼樣 退不夠一般來說 他烤的時間就會比較長一點點 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如果退冰不完全 也會有白頭嗎 其實應該不會啦 退冰不完全 只是烘烤時間比較長 應該是不會有白頭的問題 而且我們可麗路啊 如果你冰過冰箱 隔天使用之前啊 你一定要先拌一拌 對先拌一拌 因為有時候像那個香草籽 把你拉的部分 它會沉在底部 你要把它拌一拌 再來使用 然後再來就是 縮腰的問題 很多人覺得自己可麗路啊 有烤好了 可是為什麼出來會縮腰呢 因為啊 支撐力不足 支撐力不足 這個支撐力不足是什麼意思呢 呃有很多原因 一個就是啊 水分太多 就是其實你還沒有烤得那麼足夠 但是外面就已經上色很深了吧 那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呃烤紋過高 對烤紋過高 然後烘烤時間太短 造成它沒有把足夠的水分去除掉 所以會有一點縮腰的現象 你不是要燉湯 我在直播 我弟在吃東西 對齁 那個因為 我今天要煮食物湯給我嗎 老師在 講 奶油酥餅之前 我先煮湯好了 那這個是電鍋 燉鍋啊 水 兩公升已經加進去了 水兩公升已經加進去了 然後 雞 穿燙好的 我今天用的是烏骨雞 把雞 加進去 啊 好 雞進來了 這個把它拿去洗一洗 啊這個 加味絲霧湯 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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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先拍 先拍一下 先拍一下 然後 老師明天又要上台北工作了 所以 我就先煮個湯給我媽 不過 剛剛被我媽唸了一下 為什麼 他覺得我雞肉買太少 他不夠吃 對不對 好 那 這邊 水一千五 然後 我加了一隻雞進去啊 還有 一包 這個 四五湯的湯法的藥包 然後呢 米酒 加五百 什麼事啊 算了吧 你把他夾完好了 夾完 夾完他好了 夾完他好了 好 然後 因為有同學 團購了這個鍋子 不知道怎麼煮 你笑死人了 怎麼可能不知道怎麼煮 來 湯瑪士再給你煮 我跟你講 你買的鍋子不會煮 這丟臉啊 真的 來 來 我來為各位示範 你就拿出你的一根手指頭 按著 兩個字 燉湯兩個字 再按 啟動 他就開始了 好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就煮完了 就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要來講解奶油酥餅了 奶油酥餅了 首先啊 奶油酥餅有很多問題啊 很多問題 我們一個一個講 但是老師把最重要的問題留在後面 哪一個問題最重要的就是 抱歉的問題 很多同學反應都會抱歉 那為什麼老師做不會抱歉呢 這個問題啊 我們最後留在最後講 我們不會另外做一個專題啊 我們先講保存期限啊 奶油酥餅的保存期限啊 一般來講啊 如果你有烤好全熟的狀況啊 兩個禮拜 十四天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他水活性非常的低 你可以保存時間非常久 有同學說 老子今天的消夜好補喔 我今天是烏骨機的失誤機 然後呢 再來是上色的問題啊 奶油酥餅應不應該上色 我個人覺得 我不太喜歡他全白 但是我也不喜歡他很黃 我覺得有一點點上色就好了 其實這反應到第二個問題喔 很多人會說啊 自己做的奶油酥餅 內餡很硬啊 因為 溫度太高 然後 再加上爆線 兩個原因綜合起來啊 你的內餡啊 都已經有沸騰的現象啊 所以很容易造成冷卻之後啊 內餡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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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擀卷的問題 擀卷的問題 大家在問說啊 奶油酥餅最後是要擀正面 還是擀背面 你去翻看之前的直播仔細看一下 奶油酥餅是要擀屁股 擀屁股的地方 擀屁股的地方 擀完之後呢 要翻過來 翻過來烤 就是 正面朝上 正面朝上 然後 如果 如果你希望你的奶油酥餅啊 不要膨那麼大 建議各位 奶油酥餅要烤之前呢 我們裡面要怎麼樣 可以 奶油酥餅可以切兩刀 就是 那個餅外面可以切兩刀 這樣子它就不會膨那麼大了 可是 我自己喜歡吃酥餅 我希望它膨膨的 所以通常我不會切啦 我不會切 然後再來就是 內餡太硬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剛剛已經講過了啊 因為如果你們只要有爆餡的現象啊 加上沸騰過度 就是加熱過度 烤太久的話 因為烤久了嘛 內餡原本就會變得硬硬的 還有 為什麼自己做的奶油酥餅啊 層次會不太夠啊 層次不太夠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啊 你做太久的時候呢 因為它有點出油的現象啊 那個油啊 油酥裡面的油跟麵團融合了 造成它的層次感會不夠鮮明 或者是呢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啊 你改配方了 比如說你的油酥包比較少 或是你的油皮的配方 跟我們的配方不太一樣 那如果都是一樣的話 大多數的情況之下 很多都是出油所造成 層次不夠漂亮的問題 可以用叉子插動也OK啊 用叉子插動也OK啊 用叉子插動也OK啊 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然後再來是 麵粉精度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很多同學問啊 老師把整合成一個精度的問題啊 呃 麵粉啊 精性不同 攪拌出來的精性 就是我們一般講精性 就是指 麵團打到光滑 或是隨便打一打 然後薄膜啊 之類的啊 那我們酥餅是打到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酥餅是攪拌到啊 有些許的薄膜就可以了 然後它透過靜置 透過靜置啊 產生比較光滑的面筋 而不是直接啊 靠攪拌打到很鬆軟的面筋出來 因為這樣子 你稍微攪拌一下 透過長時間靜置啊 會有比較好的層次表現 然後 接下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啊 就是麥芽糖的問題啊 麥芽糖有728285 各種不同的規格啊 我們做內餡啊 應該要哪一種麥芽糖啊 跟各位講一下 哈囉老師好 各位同學大家晚安 因為麥芽糖有7275啊 然後8285啊 我們好像推薦是用82啦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你用7275的麥芽糖啊 它本身太軟了 太軟了 你如果是煮牛軋糖的部分啊 遇到用這麼軟的水麥芽 你還可以多把那個溫度調高 就是把我們的那個 主溫調高去克服它 但是如果做內餡的話 你如果用7275這麼軟的線啊 你會發覺你烤的時候 很容易會有爆線的現象 很容易會有爆線的現象 如果這個今天這個直播 有點卡卡的沒關係 老師等等會先弄在YouTuber上面 先弄在YouTuber上面 它就不會有卡卡的問題了 然後我們為什麼使用82的麥芽 而不是用85的麥芽 其實你們如果買過麥芽 就知道82跟85感覺很類似 但是85是比較硬一點點 那這跟我們吃的內餡口感有關 因為我用82做出來的線 口感比較軟 85也可以做線 但是我覺得啦 如果你們今天不小心烤太過頭 82都覺得硬的時候啊 那你用85的麥芽烤出來 就會更硬一些些 所以比較安全一點啊 你用82的麥芽烤啊 來製作內餡會比較適合 這樣子大家OK嗎 有聽懂嗎 或者是你們覺得訊號OK 或者是現在畫面沒有問題的話 你就點讚或點愛情讓我知道一下 然後 手工可以操作嗎 跟各位講 任何中式麵食 手工一定是可以操作的 因為終點以前是沒有機器的啊 所以手可以操作 一定可以啊 對啊 曹妙鳳問85可以嗎 你可能是剛剛才進來的 因為我在前一分鐘前我才剛講完而已 85的麥芽一樣可以做內餡 但是如果考不好的話會比較便宜一點點 所以我一般會習慣用82的來做 82的來做 82的來做 這樣OK嗎 好 這邊幫我們公公司解答一個問題啊 我們小編問啊 剩餘的白美娜 學生應該怎麼處理 我跟各位講 剩餘的白美娜 因為你們做是會用一點點嗎 剩餘的白美娜可以怎麼處理呢 如果你要做麵包 麵包的部分啊 你可以白美娜1比1 跟水1比1 就還原成鮮奶 就可以來做麵包了 例如你白美娜100公克 加水100公克是不是200 他就可以替代200公克的鮮奶 來做麵包 那如果你要拿來做可麗餅 或是做那個戚風蛋糕 因為鮮奶量只有一點點 他就可以同等互換了 然後 嗯 李佑珍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怎麼樣可以在老師辦的抽獎活動裡面 被老師抽到 喔這個 我等一下問財俊航 我等一下打電話去問財俊航 怎麼樣可以讓我同時中到大樂透 跟威力彩 因為你問這個問題 跟中大樂透跟威力彩是差不多的 如果他們有回答我的話 我再回答你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就要回答各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了 如何 不是如何抱歉 就是抱歉的原因是什麼啊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今天做奶油酥餅 跟你去外面買有沒有發覺到一個很大的差別 外面的店家幾乎不抱歉的 幾乎不抱歉 幾乎喔 你們自己做幾乎都抱歉 我看很多同學做完12顆 12顆全部都抱啊 有很多原因啊 其實我們給各位的是固定配方對不對 固定配方 可是你們買的麵粉 絕對不一定是同一品牌 或者是秤材料的時候 也不一定是完全秤正確 我們做終點都知道啊 油皮的狀態啊 如果 如果油皮水分太少 是不是會比較硬 比較Q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即使你鬆弛足夠 在包歉的時候 一樣會爆 一樣會爆 所以如果你發來到 你做都會有抱歉的狀況啊 你先不要問鬆不鬆弛的問題 你先去想一下 一開始打的麵團 一開始打的麵團 是不是打太Q了 或是比較硬一點點 你要從前面先做修正 把麵團的質地調整到什麼一樣 類似蛋黃酥 蛋黃酥的油皮的狀況 就是它不可以太硬 應該是要有一點柔軟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太硬了 你即使有鬆弛的 一樣會爆線 那這個是第一個露線的原因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做奶油 有同學說還是會卡卡的嗎 你們看一下 如果我還是會卡卡的 跟老師講一下 你們不用擔心 如果會卡卡的話 我等一下 我直播完了之後 我直接趕快上傳到YouTube上面 這樣大家之後看解答就會比較方便了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爆線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你配方秤錯 或者是換麵粉的問題 當然換麵粉會引申出一個問題 就是你買的麵粉筋性太強 筋性太強 我們做中點 一般是習慣用中粉 中筋麵粉 或者是用高筋麵粉跟低筋麵粉 高筋麵粉混合來使用 混合來使用 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它使用 它的麵粉筋性太強 造成容易過度收縮 然後會有爆線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啊 我們做奶油酥餅的時候呢 你攪拌充足了 攪拌足夠了 那在分線的過程之中啊 你有沒有把油皮包好 我講的把油皮包好是密封好 比如說我們都分割完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用塑膠袋把它封好 因為如果沒有封好的情況下 油皮可能會乾乾的 那它乾乾的是不是就容易裂開 然後黏不緊這麼多現象 而且不只有一次桿捲喔 二次桿捲也一樣 每一次桿捲過程中 至少都要鬆弛15到20分鐘 讓我們的那個麵筋得以鬆弛 你後續操作的時候 才不容易破皮嘛 因為你破皮就會造成層次感不好 然後太緊就會造成包線的 最後烤出來會爆的問題啊 然後 爆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啊 你在最後一個階段 例如啊 我們經過二次桿捲完了 是不是要鬆弛時間足夠 至少要15到20分嘛 鬆弛完了之後再來桿開 然後包我們的那個 奶油酥餅的餡料 那你包進去了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講過說 奶油酥餅線要包完了之後 要鬆弛 要鬆弛 至少要鬆弛10分鐘以上啊 再來做桿捲的動作 而且桿是桿哪邊 桿 封底的屁股那邊 把它桿開成圓形之後對不對 翻過來 放在烤盤上面 再去烤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啊 你翻過來放在烤盤上面去烤啊 如果你做很多顆 其實你做每一批 至少都會鬆弛10到15分 所以跟各位建議啊 趕捲完的奶油酥餅 進烤箱之前 還是要有個鬆弛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避免你抱歉 但是抱歉是大家最容易發生的問題 你聽老師講完就會知道 抱歉不是一件原因造成的 你回想看看 從老師剛剛講的一開始 或許是你的麵團筋性 麵粉挑選的時候筋性太強 又或者是秤錯材料的時候呢 水加太少粉太多 造成筋度過於強韧 過於強韧 或者是你減油 跟各位講油皮的油都不能夠更改 然後糖也不能夠更改 因為那都是固定配方 我們唯一可以調整的是 你的水的量的增減 還有麵粉廠牌 或許會有些不同的水量增減 所以你做中式麵食的油皮 自己一定要學會調整水量 那打完的油皮應該像什麼狀態呢 跟各位講 你摸自己的耳朵 這邊 你摸這邊 以前老師不 對對對 小寶在這邊 這邊 以前老師不就教我說 油皮打完了 是什麼狀態啊 應該是像這個 像你的耳垂一樣 耳垂一樣軟軟的 那如果你沒有耳垂 你就是摸摸看 家裡有耳垂的人 對 有耳垂的摸摸看 大概就是那個柔軟程度 如果你覺得比較硬 那就是應該多加一點點水 去再多攪拌一下 讓它變柔軟 那你這樣鬆弛足夠了 再來做你的奶油酥餅 你自然就不會有抱歉的現象啦 好 那還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知道今天 每個家裡的收訊狀況不一樣 因為大部分的 怎麼了小寶 你舉手耶 那個很硬的話 小寶問說啊 如果耳垂很硬怎麼辦 就是去摸耳垂比較軟的 不然小寶你可以摸你的屁股看看 就是油皮打完跟你的屁股一樣軟 好像有點硬 喔 那包的時候容易裂 包的時候為什麼會容易裂呢 因為乾掉了嘛 其實包的時候容易裂 你說是乾掉 再往前面推 是不是也是麵團打太硬的問題 是不是 好啦 那大家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我知道 每個收訊狀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老師等一下 直播完了之後呢 我會 給我一點時間 為什麼 我要先吃麵 我還有牛肉麵還沒有吃 我要先吃完牛肉麵之後呢 我再上傳那個檔案到YouTuber去 OK 好 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之後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寫到那個粉絲專頁 或是社團 社團發問比較多人 會馬上回回答你啊 對啊 不可以放冰箱鬆弛喔 放冰箱鬆弛會變硬 會變硬 同學 有解說啊 配方 水放的少 白美辣放的多 那你就修改配方了啊 不是嗎 你水放的少 白美辣放的多 這配方不就不一樣了 當然會變得硬一點啊 是不是 嗯 好啦 先這樣子 謝謝大家 好 iada 我們呢 我們來